美国加拿大达成重要战略共识 联合对抗中国清洁技术的霸主地位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加拿大环球邮报11月10日文章 对抗中国的清洁技术主导地位 成为加拿大美国议程的首要议题 11月9日主管能源安全的美国助理国务卿 访问了加拿大 并在加拿大气候变化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 先看一个场景啊 在这个会议期间呢 人们看到这位叫杰弗里皮亚特的副国务卿 手里呢拿着一打打印稿 应该呢是一张图表 然后呢亲自分发给与会人士 彰显呢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这份图表上说的是什么呢 他是这么说的 专家预测到2030年 中国将在全球低碳经济转型的至关重要的行业领域中 占据主导地位 包括供应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电池 以及生产电池过程中的全套金属提炼和衍生品制作 所以才有了美国的助理国务卿拿着重要文件亲自发放给大家 这个场景就特别特别的独特了 在讲话中呢 这位助理国务卿是这么说的 美国和加拿大啊 应该共同努力塑造未来的贸易网络啊 就是小院高墙 以免呢 为时以晚 就是赛里斯这只乌苏里大宗熊 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们要吃我们的三文鱼 那是绝对不行的 然后呢 他还说 相对于美国 加拿大呢 在这些问题上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我不知道加拿大发挥了什么作用 但是他说 我们啊 就是加拿大有独特的作用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加拿大有矿 然后呢 可以自主的搞提炼 加工衍生品制作 和一整套的电池生产 然后呢 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 我们 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我们只需要克服 北美工业发展速度 慢于中国的问题 怎么看 说实话呢 我非常非常的无语 为什么很无语呢 说与其说 这是给加拿大画饼 还不如说 美国亲自承认了 我们不行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啊 我们只需要克服北美工业发展速度 慢于中国的问题 如果呢 你说制造电池 或者整个一套产业链 给个十年二十年的 很容易 或者相对容易 你说要在工业发展速度上 不弱于中国 甚至超过中国 你别把我当傻子 你别把我当傻子 不要把我当傻子 美国三亿多人口 据说吸引全球的人才 存量专利依旧全球第一 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那更何况加拿大呢 中国在清洁能源电池上的生产 原料加工及相关专业 占据着全球80%至90%之间 这种绝对垄断地位是几乎不可能打破的 这个东西谁都知道 而且呢 即使是美国加拿大绕开中国的专利 也需要至少十年以上才能达成 而且在这个期间 是中国要不发展 你觉得这可能吗 但是对于美国加拿大 他有什么办法 他必须让它变成现实啊 为什么 首先一点 他这里边说了 中国最近呢 把石墨给进了 把石墨进了之后 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 有90%的垄断 和90%以上的专利 加拿大美国没有办法呀 如果哪一天 中国在清津能源上 把电池给进了怎么办 把电池给进了 北美的电动车都生产不了 电动巴士也生产不了 到时候怎么办呢 而且这一点呢 我们发现的很有意思 中国和美国呢 现在正要缓和 而且美国是主动与中国缓和 美国为什么要缓和呀 一方面 俄乌这块没解决 然后中东这块又烂尾了 马上要陷入到这个战争泥潭 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美国现在正在做它的事 而且他需要时间做它的事 是什么呢 不是小院高墙 而是区域整合 美国也知道自己的霸权可能要灭了 自己的霸权可能要没了 他必须要退回北美 整合这个北美 而且怎么整合 美国跟加拿大 美国跟墨西哥 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 形成一套体系 然后再加上加勒比海跟中美洲 或许有南美洲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美国正在搞区域整合 他需要时间 他需要时间来干什么 与其说跟中国切割 不如说建造自己的体系 他要自成体系 他只能这么办 现在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工业可能不如中国 我的工业如果跟中国拼 可能拼不过 但是怎么办 我们自己必须要有 无论是沙利文的小院高墙 还是所谓的不脱钩去风险 这都现在在干什么 美国在进行有效的区域整合 然后他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说我们以后 就是说可以 就是说独霸全球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只要是什么呢 我们不被中国同化 让这个谁 让这个大卫哥德曼去说吗 这东西 这东西这么回事 就是中国要同化我们呢 中国现在要完全占据这块啊 他想来干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必须在这块卖有 虽然呢 生产速度不如中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行政命令 保住我们的市场 这就是美国正在做的 其实这个东西 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发展到这个地步 但是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你不要忘了 在清洁能源这个概念 从哪里来的 它是从美国来的呀 1977年的时候 1977年时候 卡特上任的第一天 卡特上任的第一天 就让美国的工程师 把太阳能光板 放在白宫的阳台上 大家想一想 当时据说只能 让他客厅中的电灯 然后呢 每天亮几个小时 当时就这个技术 但是等于什么 等于说 美国在清洁能源 美国在新能源上 迈出了第一步嘛 但是现在为什么 到了这个程度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今天美国加拿大 这么一出这一幕 他最起码他反映了两个问题啊 首先一个问题 美国加拿大 对气候变化这个事怎么看 对气候变化这事怎么看 因为美国的国内政治 严重的制约了 他自身发展啊 尤其是在新型产业领域 特别是涉及气候变化领域啊 在中国气候变化是一场 工业革命弯道超车的机会 是涉及到国家生存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但是在美国呢 气候变化与堕胎 同性婚姻合法化等 成了一个政治棱角问题 这很可怕的 你在气候变化上如何表态 可以看出你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光谱 如果你支持的是民主党 加拿大自由党和政治左翼 那么你会认为气候变化 不仅是人为造成的 而且任何的反对者 都可能是反人类的 如果你是支持保守派 你大概率会认为气候变化不存在 或者是社会马克思主义的阴谋论 来毁灭美国的传统文化 所以大家看到了气候议题 在美国加拿大 它更是一个文化议题 有人说这个背后 可能有大财团在C钱 有人说可能是美国传统能源的大财团 为了反对新的气候政策 来反对新的新兴能源 但是你别忘了 新兴能源背后也有大财团 两个大财团在互相攻击 最后毁了美国 是这么回事吗 还是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反传统这个概念 美国有根深蒂固的政治棱角问题 只不过气候变化问题 变成了一个政治棱角问题呢 可以说两种情况都有 但是它毕竟影响了美国的发展呢 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应对方面上显得也非常的不合理啊 你说民主党自由党 他们支持说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是人为的 我们需要应对 但应对怎么应对啊 应对一方面是什么 是限制政策 另外是探税 探税 第三个是罚款 第三个是罚款 没有一项是涉及增长的呀 你不涉及经济增长 然后共和党这般人 保守派怎么说 你看 你看支持气候变化的人 支持气候变化是人为的 造成的这些人 他们来限制和制约我们的生活呀 那共和党保守党 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他们一方面抑制新兴能源的产业创新 同时保护传统能源和传统产业呀 他虽然实现了经济发展 但是在美国创新领域可能不达标了 还是有人说他没有想到中国能发展起来 如果他真没有想到中国能发展起来 那他根真的可就大错特错了 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虽然新兴能源这个行业 但他的概念起源于美国 但是由于多年的投入不连贯 使得如今必须追赶中国的发展 在工业全面凋敝的当下 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这是头一件事 其次呢 是美国西方在战略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说出现严重的错误呢 因为他没有判断到中国可以自成体系呀 在国内我们知道 气候变化是棱角政治 是文化斗争 我说的在美国的国内 但是在国际上呢 西方国家试图把气候变化 尤其是碳排放这项议题 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道德问题呀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 碳排放等于什么 碳排放等于犯罪呀 那你怎么才能不犯罪 你去工业化呀 那有人问了 那去了工业化我的人还是不是人了 那对不起你第三世界人就不是人了吗 就这么直接吗 对不对 你就承认你不是人行不行 你承认我是人 你自己不是人 你是动物 你是人形动物 挺好的呀 对不对 加兰特 你看加兰特说的 加兰特说的 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 不也是定合理的吗 对不对 你是人形动物 你现在怎么着了 你碳排放太多了 你不是人 你去工业化 到底行不行啊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什么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碳排放 变成一个道德标准 每个国家都有相应的排放指标 如果超标了 就要上交罚款 否则不给市场准入 不给市场准入是什么 他的产品进入不了欧洲和美国的市场 所以我们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哪个第三世界国家 为发达国家生产原料 或者原料加工和衍生品 由于排放不达标 必须要先交罚款 否则就进不了这些市场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赚来的辛苦钱都交了罚款 然后自身发展就上不去了 这样西方的发达国家 可以躺着赚钱 同时把低端产业和污染的产业 永久的留在全球南方 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是现在呢 但是现在呢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这招不不灵了吗 这招为什么不灵了 因为他的前提是西方必须主导全球市场 主导全球贸易 如果世界是出现了第二套系统和第二套体系 那么情况就变了 你再去限制 你限制不了了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全球发达 这些全球南方国家 他有了第二套选择呀 这就是关键点啊 而且由于这些年 他们发展落后 由于这些年西方国家创新之后 当这个体系结束了之后 他不仅自身无法运作 可能因为自身创新之后 而受制于人 受制于中国呢 这就是现在呀 那有人问了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发展清洁能源啊 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一个马六甲海峡 说明了一半以上的问题 关键在这儿呢 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这是一个生存问题 大家要明白 那你看看美国和加拿大现在着急了 美国加拿大现在着急了 他怎么办 他现在有办法了 这篇文章接着说 说呢 先投入15亿加元进行试点啊 找一个点 找个小矿 小矿石 然后试点 试点呢 然后呢 逐步的推广 逐步的推广呢 然后在北美呢 逐步的做到小院高墙 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洗洗睡吧 为什么 这个玩意儿不叫小院高墙 这玩意儿叫闭关锁国 是不可能成功的 你采矿你能采明白就是个问题 你别说衍生品了 你自己研究 你有这方面的人才吗 这方面的人才都在中国 你想把他们都移民过来 可能吗 你可以吸收几个润人 吸收几个电子宠物 吸收几个在森林里搭帐头呢 但是你真找这样的工程师 可能不太行 关键是什么 你现在在这方面已经躺平多年了 你已经凋敝多年了 现在你想把他们要回来 那就是天方夜谭 所以美国跟加拿大达成这个重要战略共识 那在我眼里呢 就是一个耍嘴皮子的 表一表现一个什么 表现一个我在做事 但是实际上他能不能对抗 中国清洁技术的霸主地位呢 是可以对抗 怎么对抗 精神上对抗 实质上能不能对抗 是不可能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家冒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性 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